赵女士在杭州朗诗美丽州小区住了六年 她说7月11号一家人正在吃早饭 家里电器突然发出异响 赵女士说物业和电力方面 以及一家第三方公司的工作人员都来她家里排查 一直查到晚上锁定了入户电箱 得出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结论 加上物业的人还有他们第三方的人 大爷晚上跑到这里来看 才知道我们的零线接到别人家去了 接到谁家了 接到19-1了 那19-1的零线呢 19-1的零线接到我家来了 一般来说进入家里的电线分为火线和零线 两线全通才能保证用电安全 赵女士给记者看了维修前和维修后的线路对比图 蓝色零线的位置有所不同 赵女士说她住19状3号 此前自家零线接近了19状1号 6年来双方正常用电一直相安无事 直到7月11号 1号住户因为家里用电出现问题 暂时拉掉了电闸 这样一来 赵女士家中就只有火线 电压上升到380伏 导致热水器 智能马桶 洗浴机 消毒柜等家电受损 不能用了 中央空调也出现部分不治冷的情况 我们的工程师说 如果说你们都不动 都动家里的 只要不动外线 你们大概住100年都没事 但是呢 如果有一方家里有事情 一方把这个总电源给拔掉 那另外一家就倒霉了 我们只是进户 进户以内是我们自己做 那么进户以外 我们是不管的 然后物业说呢 这个线是开发商写的 跟他们没关系 然后开发商说已经过保了 跟他们也没关系 所以我现在就想讨个说法 这到底是谁的责任 赵女士说 现在自己已经联系了人 上门更换一些电器的主板 或进行维修 但她不知道以后是否有隐患 接着找到朗诗物业 一位经理把记者的联系方式 和想了解的问题记得下来 表示后续会有专人回复 但截至发稿 朗诗方面都没有给出回复 188宏金眼记者报道